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学员 各位联友 拿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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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兆 刚刚讲到这两个医院 两个患者 因為戀佛而化解了這個冤在 也快速的病好出院 那假設他們如果預先有在戀佛 是不是業障預先就消了 就不用生命到醫院 所以戀佛不發錢 可是戀佛可以怎麼樣 是 那不戀佛 將來生病的就要發錢 或者是災難的 健康有問題的 更是金錢買不回來的 所以我們一天的生佛從戀佛開始 然後一點之氣再於春 一點的生佛也從戀佛開始 一生的生佛也從戀佛開始 所以一個小孩子 雅雅隨意的時候 先讓他聽佛號 讓他練習 練阿姆阿彌陀佛 肯定 這個孩子 他平生當中 如果有什麼病苦 有什麼災難 那預先就消掉了 各位臉友 各位隨緣對不對 對 尤其是孩子的心 是最蠢的 最單純的 讓他練佛 讓他練佛 他睡覺 就可以睡到極樂世界去 而且往往也能夠看到極樂世界的景象 這百分之百的 那個時候你就可以 以這個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 來問他極樂世界的景象 把他記載下來 他長大了 給他看 讓他增身佛圓 往往父母隨否 都會教導小孩子 或阿嬤隨否教導他的孫子 練佛 可是這個孩子長大了 他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朋友跟環境 遠離了學佛的因緣了 那記載下來 也可以再挽回他 那剛剛講乘坐練佛 早上起來就練佛 能夠多少時間 就練多少佛 那麼等到上班了 走路 也是一步一字 步步生生練練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那騎機車也是一樣 坐在車上也是一樣 都不離開 練佛 把練佛養成習慣 把練佛養成是自己的性格 讓練佛 讓練佛就是生活 身佛就是戀佛 練佛生活化 身佛 練佛化 讓一句佛號 就是自己的生命 就是自己一輩子的生活 把練佛 把練佛養成習慣 把練佛養成習慣的話 這樣呢 當我們動腦經思維事情 或跟人家交談辦事 完了之後 還沒有想到練佛 這一顆心 不假思索的 自動的 自然的 一句佛號 一句佛號 就湧出來了 那麼 這個習慣 在於培養 培養 總不是 短時間的 尤其是 我們天生 都有煩惱跟妄想雜練 練佛 如果沒有刻意培養 是不可能練佛的 其實專心練佛 都會打妄想的 何況不是專心練佛呢 那麼練佛 不管你專心或散心 都是功不堂倦的 功不堂倦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句佛號 就是阿彌陀佛的本身 本體 跟他的佛靈是一體的 而且 所謂陀羅寧 陀羅寧 陀羅寧 就是咒 就是咒語 就是真言 那麼這一句弥陀明號 在十方諸佛 一切菩薩 八萬四千陀羅寧當中 他都是超越的 獨一無二的 可以說是咒中之咒 所謂大神咒 大明咒 無上咒 無等等咒 都在彌陀平號這一句裡面的 那陀羅寧本身有一個特質 我們如果上佛水課程上唯士水就曉得 有心相應法 有心不相應法 心相應法就是 對象 你要跟他感應道交 跟他成為一體 你必須要專心專注 甚至要有入定的功夫 進入三昧 這個是心相應法 那如果是陀羅寧的話呢 它是心相應法 同時也是心不相應法 也就是說 這個陀羅寧這句名號 我們即使沒有專心的 不刻意的 心不在焉的 也可以跟他感應道交 這個叫心不相應法 所以在經論上就說 陀羅寧是心不相應法 即使貪嗔痴 煩惱妄想雜戀 陀羅寧的功德功能 還是一樣如影水省 沒有離開我們 那如果其他的法門 就不是了 必須要 相應 相應呢 就必須要專心 甚至這個心 就必須要射向第一遍嘛 閉著眼睛 隨便一射 這一隻劍沒有不落地的 那如果要射那個八 如果不是神劍 手的話 那射不到 所以這一句彌陀名號的功能 就是陀羅寧 陀羅寧呢 也叫真言 它是宇宙當中真實的語言 更古今而不會變化的 真理長存嘛 也是命語 為什麼呢 它是有聲音的 可是這個聲音 是佛本身所有功能的結晶 這種功能的結晶 這種境界 等嘴菩薩都不能了解了 何況二聖 何況是我們凡夫呢 所以它很深妙 因此叫做魅語 我們不能了解到 那麼這一句魅語 尤其那麼阿彌陀佛六字魂名 是阿彌陀佛為了要救度我們 把祂所有的功德 容納 容化 在這句名號當中 好讓我們來稱讚 就擁有祂的功德 所以這句名號 也叫做魅 光明的魅 能夠净化我們的貪生痴的業障 能夠讓我們身心散發出 佛的光明 所以叫魅 那本身呢 又是種慈的法門 種慈 種就種一切法 慈就慈無量益 也就是三藏十二部經的法門 裡面所講的功德妙義 都在這句名號裡面 所以有一首記說 種慈如妙藥 能了重或病 有比天干露 得則永不死 也就是說種子這個重 這句萬德魂名 好像不可思議的藥 能了重或病 能夠治療眾生所有的病 或就是見或啦 失或啦 煩惱或啦 無名或啦 種種的煩惱 叫做火 能治療眾生所有煩惱的病 就好像天的甘露 甘露叫做不死藥 能夠得到這個甘露 永遠就不死了 那麼阿彌陀佛 解釋為我們漢語的話呢 就無量光 無量瘦 再來的話 就是甘露 甘露水 也就是說 稱得迷途佛名的人 不會淪迴 不會淪迴 永遠不死 會得到永生 就永遠的生命 法身悔病的開展 不再生死淪迴 不再生老病死 所以這一句佛號 有這樣的功能 使得我們 不管任何的人 任何的心境 在任何的時間 空間 因緣之下 一戀就感應到焦 就是因為這一句 萬德轟名 它的本身的性格 位格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自然的 不假自求的 那如果是其他的咒 有的必須要看時間 看地方 那如果其他的經也是一樣 你說送金剛經 你如果談場不清靜的話 你能隨便送嗎 你如果 做了壞事 起了壞殿頭 喝了酒 你能送嗎 只有戀佛 只有戀佛 不管清靜不清靜 不講急日不急日 不講 慈哉不慈哉 不講任何的行止 都可以戀 當下都一樣感應到焦 這並不是說 哎呀 戀佛了 所以 什麼都不管了 倒不是這樣 我們戀佛人要做 莫做眾善奉行 那我們最能夠做到的善呢 就從我們的嘴巴開始 從我們的飯桌開始 我們一天吃素 一天放生 一天呢 展現慈悲 那吃素呢 最好 不喝牛奶 不吃蛋 因為牛奶蛋都跟動物有關係 甚至蜂蜜也不要 你看 這個蜜蜂 為誰辛苦 為誰忙 到最後 空腦 白忙一趟 所以我們連這個蜂蜜 也可以不用 用其他的來代替 那要隨眼盡憤的 時時行方便 處處做善功 因為這不離開戀佛 我們照樣心中戀佛 我們照樣嘴巴戀佛 那戀佛有大聲戀 小聲戀 金剛戀 跟心中莫戀 能夠細水長流 不疲累的 就是金剛戀 所以就養成了金剛戀的這個習慣 那當然如果早上靜坐 那就盡量默戀 那如果不能久坐起來的話 那就可以張開嘴巴戀無妨 那麼談到這個散導大師 要引用六傳裡面的幾件故事 只講到一件 現在我們再來講幾件 請翻開 二十頁 三導大師 三導大師 大师发愿说,准诸经中,是尊说炼佛义法,得身净土,一日七日,一炼时炼阿弥陀佛,并生净土,此事真实不狂众生长, 极浅此堂中二相总望光明,若此念佛法须,不生净土,狂惑众生,极浅散导,于此高座上,极堕大地狱,常时受苦,永不出奇, 岁浅如意障,此欲堂中相,相见放光,堂道经三道,练佛境。 这一则典故,出在唐朝时代,两个法师,道经法师跟善道法师所编写的炼佛境当中。 就是当时他跟一位叫金刚的法师,在长安,长安西经,是不是有这个寺院呢?不一定。 因为长安本身也叫做西经,那洛阳叫做东经,或许是指长安里面的一个寺院。 善导大师当时住在长安,往往是住在光明寺,或者是在慈恩寺,或者是住在石像寺。 那么较量练佛的功德的高低,善导大师就发一个愿说,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练佛必定往生。 十方诸佛所证诚的,所诚实证明的,练佛必定往生。 这释迦摩尼佛跟石方诸佛所讲的,是绝对不虚假的,是金刚不变的。 如果这是真实不虚的,祈愿佛殿内的佛像放光来作为证明。 如果我所说的并不是真实,那我宁愿当下就堕入地狱,受无穷之苦。 他就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就将他的席帐往佛像一指。 结果呢,殿堂里面的佛像顿时全部放光,来为他作证明。 刚刚讲,不随便显现这个灵异神通总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记载很简短,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辩论? 我们前因后果不晓得,但只晓得就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在佛教当中,很少有人敢这样发愿。 谁敢这样发愿。 因为这个是有对象的,而且要当下兑现的。 如果佛像没有放光,那你还是按坐在高座上,没有到地狱去。 也就是等同戏论嘛,开玩笑一样。 可是善导大师,他就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似乎佛菩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佛菩萨都有在跟他互动。 所以他讲的话,佛菩萨都听到了。 佛菩萨也认为,他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很慈悲地就来放光满他的愿。 合乎他这一件事实。 好像善导大师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跟佛菩萨时刻对面对话的这样的人物。 所以他那样的真诚,无比真诚的心感动佛像放光,自古以来是很少有的。 但是善导大师他做到了,他的记载流传到现在。 发愿,所谓试愿。 我们学府的人,尤其是大圣法门,都要发四红试愿。 大家有没有发过? 有。 试愿,发四红试愿,然后唱唱悔记,都嘴巴唱唱而已。 如果像善导大师这样说到做到,那就不容易。 这个试愿,如果是以身心性命来做赌注的话, 这一种试愿可以说是深切精诚道的极点。 这样的话呢,不但能够撼动人心,而且能够动天地,气贵神。 小的时候读汉水,读到幼雪丛林,丛林这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 白红贯日耳尖柯歌,白红贯日耳尖柯歌,白红贯日耳尖柯歌。 它这有一个典故。 那么当初对这一句话印象很深刻。 因为这一句话的典故是哪里来呢? 有一段词说,风萧萧溪溢溢溢水寒,壮事一去兮不复缓。 大家有念过这一首词吗? 这一首词一听一感觉它是很壮烈的,很慷慨激昂的。 这个就是白红贯日耳尖柯歌。 这一首词就是白红贯日耳尖柯歌。 我记得在彩虹北红贯日耳尖柯歌。 照葉貯日耳尖柯歌。 只给清千个月他湖装在間纷尖柯歌曲王黎尖柯歌。 有一位壯士叫做荆轲 他受到燕国太子叫做丹的付托 要到这个秦城刺杀秦王 那他从燕国就现在的北京 要去刺杀秦王 那时候的秦王 秦始皇 是在那个长安隔壁叫什么地方 那个金银法师叫什么地方 金银法师那个地方 金银法师 那么他经过了这个荷兰的北方 北方有一条溢水 到了溢水就是界限了 他要夸这个溢水 那么这个时候呢 燕国的太子丹 还有他的这一些拜把兄弟送这个金银到了这里 就做生死的诀别了 为什么是生死诀别呢 因为这一去不论你的任务达成或不能达成 你经科都必须付出身心性命 而且必定是死得很惨 因为他要刺杀秦王 不管刺杀得逞不逞 都会被旁边的卫士乱刀斩死的 所以他是抱着一种牺牺牲信用 必定达成的那一种寺院 儒家所讲的杀身成忍舍身取义 所以就在这一条溢水的旁边呢 经科当下就唱起了这一首歌 风萧萧兮 溢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返 这一去那肯定百分之百的回不来了 有气无匪 因为这一去是要付出生命的 这一种壮怀激烈 精诚感天 当下天上就一条白红贯穿到太阳过去 这说明人世间有超越的不寻常的运行 往往天象就有不一样的变化 有关荆轲这个故事 在千家诗里面 也有一位诗人叫做洛宾王 有一天 这个洛宾王到了溢水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地方 回想起战国时代的经科 悲壮的心怀 于是呢 就写下了一首五言的绝句 他写说 在此别怨丹 状世法冲冠 息时人已末 今日水有寒 出的别怨丹 状世法冲冠 息时人意物 坚持水有寒 此地别怨丹 就经科在这个地方 跟燕果的太子丹 做生子之别 状世法冲冠 那个时候 当经科 吟诵 风霄霄西 溢水寒 状世一去兮不复返 的时候呢 旁边的几位朋友 当下 也是状怀激烈 怒法冲冠 非去达成 冤枉不可 所以说 状世法冲冠 那么到了唐朝了 息时人已末 几百年前的 经科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今天 这条溢水 还是跟当时 一样的 寒冷 表示 经科 这个故事 他的 精神 还没有消失 还在这里 照样的 感动的人 感动着人 这个 就是内心的真诚 那内心的真诚是不容易 如果有真诚心的话 那就 了不起 敢天地 动鬼神 那么有关这个真心 这个真 也是我们学佛人 很重视的 因为 因为我们之所以 学佛乃至出家 是为了求一个真 求真理 求真正的生命 求真正的东西 那么望眼所看所听 没有一样是虚假的 你看 这个世界上 有哪样是真的 有吗 没有 我们的身体细胞 时刻在新疹代谢 生命在生老病死 万物都在 层住溢灭 天地在层住坏空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无常 所以人有一天会死 这个太阳西 有一天也会灭 爆破 那会变的 就不是真 真的 应该是 超越时空 永远不变的 那人的心 也要这样 因为我们要追求真 首先 我们心 就凡是要真 所以 学佛以来 我对真心 这两个字 就会特别的去 去留意跟探讨 在这里讲几句 有关真心的话 凡是真心 千古异形 都成一点真心 真诚能够感动人 真诚急促感气鬼神 物之真性到时分 可以动人 人 人之真性到时分 可以动天 性真之地 远不以施暴论 至终 至孝 皆是持着忍 做得出 这五段 的格言 我也特别的喜爱 首先这里讲的凡是真心 凡是真心 不管对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乃至小小的动物 也不管对方 知道 不知道 我们都要付出 真心 不要因为他是外人 或他是不起眼的动物 就不真心 不真实 乃至虚情假意 或者是诈欺 都要身心一致 身口一辱 所以真 非常的重要 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当中 的根本愿 也就是第十八愿里面 所讲的 至心 信乐 这个至心 也就是真心的意思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要把这个真 摆在最前面 摆在第一位 所以凡是真心 要往生极乐世界 要真心 待人处事 也要真心 宁可让人家说 哎呀 你是一个狗狼 被人家欺骗欺负的 也没关系 我们还是要 保持 我们原来 的这个真 如果以佛性来讲 佛性没有不真的 所以对佛来讲 他永远都是真的 不会有假的 说法不假 形式不假 永远都是真 所以佛陀不开口便罢 一开口所流露出来的 都是宇宙人生的 真理的语言 都散发着 真理的这个光明 当然刚刚所讲的 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所讲的至心 就是真心的意思 那么这个真心呢 是指我们凡夫的心 我们凡夫真的 要怨生弥陀净土 真的专称弥陀佛名 真的信受弥陀救度 这样的真心 并不是讲佛菩萨的境界 那一种清静的心 真辱的心 不是讲那个 凡是真心 千古异形都成一点真心 古今中外 有不寻常的事工 它之所以能够成就 就是在于这个永不改变 自死不渝的真诚之心 真诚能够感动人 我们真诚待人 或许有人不一定感受得到 但是要人感动 非得真诚不可 我们做完了功课 都会回向给某某人 或者是会心中期盼某某人好 我们会疑惑 对方不晓得感受得到吗 因为相隔两地 我们只是真诚起于心 并没有行之于言 也没有告诉他 那这样有用吗 各位有没有用 有百分之百 我们起心动炼 难道只是一个无形的起心动炼 反而就没有吗 不是的 我们的心炼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炼 是很微妙的 我们的心炼 是有光波的 是有能量的 有磁场的 而且 我们心炼的光波磁场 是很快速的 很敏锐的 我们起什么炼头 就会有一个能量体 现在都用现在的名词 能量体或者磁场 或者频率 就立刻飞到对方的身上 挂在他的心上 然后呢 再跟他起同样的共鸣 如果是同性质的 当下能够 所谓同品共振 同性相应 同气相求 如果他没有那样的气质 也能够转化 转化他 让他产生这种气质 所以 我们想某某人 尽量要想他好 说某某人 尽量要说他好 要赞美他 自然呢 无形之中 我们跟他会拉近距离 见面就会更有亲切感 不是现在才见面 老早就以心再见面了 他或许没有变向我们 他变向的是外变 我们的心坡 我们都想他 我们都爱他 我们都感恋他 感恩他 他的心 就会受到我们心坡的触动的 这个感动已无形 所以我们送出去是什么 自然回收进来的也是什么 孟子说 爱人者人很爱之 静人者人能静之 的确是如此 宇宙之间是一个互动 在佛法里面叫做感应 你有感他有应 这个感应是很寻常的 怎么讲呢 我口渴了我喝水 喝了水口就得到润滑 喝水是感润滑是硬 喝水是阴润滑是果 我肚子饿了我吃饭肚子就饱 我身体冷了我穿衣服身体就软 这个都是感应 我敲饭肚子就有同气的声音出现 我打鼓就有鼓声出现 我向这个空鼓说 阿弥陀佛 空鼓也回应我 阿弥陀佛 我向空鼓说 我爱你 空鼓回应说 我也爱你 跟空鼓说 我恨你 对方也说 我恨你 我们发出去的是什么 带回来的 也是什么 那么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呢 我们就晓得 要时刻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盼望人家好 那当然最容易的 最快速的 最殊胜的 最方便的就是练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说 真诚能够感动人 真诚急促感气鬼神 真诚到了顶端急点 能够感动天地鬼神 所以感天地气鬼神 在这里又说 物之真性到时分可以动人 人之真性到时分可以动天 物就指动物 动物真情真性 能够感到到我们的人 我们的真情真性 当然感到到天 所谓经科 它能够感动天 显异象 那么我们真情真性 也能够感动动物 一经有一句话说 乘以福 福就指水族类 我们如果真诚的话 也能够感动水族类 跟水族类感通 何况是其他的动物呢 同样的阿弥陀佛 他四八院当中 根本院第四八院说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意思就是说 死亡众生 如果不让他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他就不成佛 还要继续修 修到死亡众生 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他才取正觉 那他要如何让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呢 他是以名号度众生 因此他把 赵宅永捷所修的功德 容纳在名号里面 来述给我们称恋 那我们称恋了 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他就必须再修 修到能够 能够的 他才能成佛 所以他现在呢 成佛以来 宜君师姐 叫做 拿摩阿弥陀佛 那我们念这句名号 就百分之百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不然的话 阿弥陀佛的第十八院 就是空院 那阿弥陀佛 等于打妄语 不但欺骗了所有众生 也欺骗了十方诸佛 那不可能啊 那同时也显示出 阿弥陀佛的第十八院 就不生者不取正觉 这一个试验 可以说是 没办法形容的 那一种真诚 因为 他不仅超越世间 任何人的试验 而且是超越一切菩萨 乃至超越十方诸佛的试验 所以当初法障菩萨 他呢 发这个愿 释迦摩尼佛 就说 他所发的是超世愿 超越十方诸佛的愿 那么发到这个愿 难怪阿弥陀佛要经过 不可思议的造诈用节 即使菩萨无量的德行 因为这样的愿 行跟誓约 是非常的沉澈 为什么呢 他的对象就死亡众生 他的对象如果是 等嘴的菩萨 那很容易 要让等嘴的菩萨快速成佛 只差一几而已 那如果让登地菩萨 也很容易 登地菩萨本身就是已经 在断了一品五品以上 的这个境界的 那如果让 要让三贤的菩萨 就是诸诗醒师佛一项的菩萨 往上极乐快速成佛 也容易 因为他本来已经破了 箭货 施货跟沉沙货 要让阿罗汉 也不困难 可是 他要让我们 十方众生 这十方众生是指 有贪嗔痴 还恼的众生 是指 在六道轮回 往往都是在三二道的多 他们呢 像我们一辈子以来 是善多还是恶多 是善多恶少 别人 还能够往生 那像我 能够往生吗 那阿弥陀佛为了我这样 这样的我 他必须要多一节两节 甚至百千 大小恒河沙节 去累积 无量的德行 才能够救度我 才能够消我的业障 才能够使我往生极乐世界 那我是如此 所谓一己一切 我看 大家也都差不多啦 都是最后生死凡夫 再怎么样的高僧大德 苦修苦行 如果怀恶未断 轮回未出 都一样 没有两样 生生沉沉而已 可见呢 了多生死轮回之重要 所以 法上菩萨 发了愿之后 那个时候呢 天地 是怎么样的意象呢 释迦牟尼佛就说啦 说 应时菩提 六种震动 天与妙发 以善其善 自然音乐 空中暂炎 决定必成 无上正觉 当初 法上菩萨 发这个试验的时候 应时菩提 六种震动 从天空降下的妙发 四周充满了 天乐跟香味 而且虚空之中 自自然然的发出声音 来赞叹 来证明说 你将来 必定成就 你这样的 无上正觉 一般成佛 所谓三起修复会 百节 纵向好 就能够成佛的 那阿弥陀佛的成佛 其实是三起修复会 它是经过的造宅永结 不只是三大二生起解 那这当中背后 隐藏的什么原因呢 隐藏的就是 若不生就不取正嘴 阿弥陀佛的成正嘴 跟我们绑在一起 它成佛 我们就能够解脱 它成佛 建立在能不能让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之上的 能够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它才成佛 不能够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它就永不成佛 那要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它就必须要再更加的 所谓加工用性 好像 儿子欠人家一屁股债 如果爸爸贫穷 还不出来 那爸爸如果是富有的 那么儿子欠再多的债 爸爸都能够拿得出来 那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他还要去赚 辛苦的去赚 日夜的上班 阿弥陀佛就是这样 为了偿还我们的债 好使得我们离开 六道的生死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 阿弥陀佛赚了多少时间 造宅永结的时间 去日夜辛勤 所谓披风带月 找出往归 当然这一些都不足以形容 为什么呢 一般要成佛 就是要行菩萨道 后来行菩萨道 那行菩萨道是所谓的 难醒能醒 难忍能忍 那难醒能醒 难忍能忍的话 什么都要负得出的 人家要你的眼睛 要你的肝脏 要你的肾脏 要你的身体 你都要布施的出去 你都要布施的出去 人行能行 人忍能忍 如果不能的话 那所谓菩萨道 所谓成佛 那就是不可能的 没有播种 哪来收成呢 所以这个真诚 那赞导大师 这一种真诚 他的膝脏 一直 佛像全部放光 这有赞导大师神通的境界 那对我们来讲 是景仰就可以了 我们不能随喜 所谓可敬不可随 可敬不可随 对方修行很高超 根基很锐利 我们敬重 但他的行词 我们不用随 随不来 我们还是安于自己的身份 来练佛 这个就老实了 老实练佛 那做不到 你要化武不成反 类权 那这样就不老实了 所以赞导大师 他这个举措 是要显示出 即使不是像他那样的人物来变佛 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是为了显现这一种道理 倒不是说 人家赞导大师能够这样 那你随赞导大师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也要这样 不是这样的 好像说 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大院 那你要到阿弥陀佛那里 去跟阿弥陀佛感应道家 你也要发一个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四十八大院 都不是这个道理 不是这样的 要看他阿弥陀佛院里面 是设定了什么功能 以什么对象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院 根本院就是第十八院 他所设定的对象 就是十八众众生 他的条件等于是无条件 为什么 他说你只要认他的平好 就可以了 平好度众生 那么时间很快 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离开 散绝 谢谢大家